这里就是连原子弹都发摧毁的地下行宫704工程 而且为了建造它居然还挖空了西湖底下 这座行宫为什么会命名为704工程呢 那是因为它修建于1970年4月 行宫建在了西湖西色的群山环抱之中 分为两层 顶上是别墅地下室宫殿 那么这里到底是谁修建的呢 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关注木子今天就带您走进去一探究竟 出发 据说这个别墅的主人 有个怕水不爱洗澡的毛病 是因为他早年受过枪伤 留下了这个植物神经紊乱的病根 医生建议他呢 要多晒日光玉 可以消毒杀菌 所以设计师呀 特意为他打造了一个六角形的日光玉石 你可别小看这个玉石 里面呀 还安装了大型的电视监控系统 在里面呢 享受日光玉的同时呀 还可以呢 随时监视 704行工的每个角落 因为呀 这个行工的主人 他怕水 为了不让他听到下雨时 雨水甚至乌檐 滴落的声音 设计者专门制作了一个特殊的排水系统 这可是几十年前的黑科技 大家在镜头看一下 你看到了吗 那个瓦片中间呀 有一排全部都是空的 在下雨的时候呢 雨水会通过瓦缝流到暗沟 然后呢 再流向地面 这样就不会有雨水滴答的声音了 咱们看一下啊 他们家的每一扇窗户上呢 玻璃呀都是特制的 这玻璃飞为三层 一层防弹 二层防紫外线 还有一层呢防偷窥 从里往外看是清清楚楚 然而呢 从外面想看到里面的情况 那是一点都看不到 看完玻璃以后呢 再看看他们家的地毯 有人会说了 这地毯有什么好看的呀 我家就有 这里用的可不是普通的地毯 用的是当初我国造的最贵的羊毛地毯 而且呢 不但柔软踩着舒服 还不会产生静电 更不会生虫 用这种羊毛做的地毯呢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呢 羊毛具有天然的祖然特点 这个火呢 是无法当时把羊毛这个纤维呀 点燃的 可以有效避免火灾的发生 在这个屋子里面 除了地毯呢 还有这个灯 也是非常的特别 你别看它这么大 但是呢 它却很轻 不到四了 是用桥漆纱布 裹藤条编制成的 莲花形状 就算是掉下来 也不会砸伤人 林彪晚年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习惯 咱们呀 通过塑像呢 可以看到 这个秘书呢 跟他在汇报工作的时候 他的距离呀 至少有两米远 为什么呢 因为林彪不仅怕雨 还怕风 有一次警卫员 因为走路太快 带起了风 就遭到了他的批评 他的秘书害怕自己 在翻文件的时候呢 起风吹到他 让他难受 所以呀 就躲得远远的 这是他的卧室 这个呀 也是林彪的床 据说呢 有好几吨重 俗称是杭州大铁床 而且呢 能模仿急迫车 这种颠簸感 那林彪为什么要弄 这样一张床呢 因为他是一位军事家 常年领军打仗 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呀 有颠簸入睡的感觉 已经形成了习惯了 1938年的时候 他不幸被子弹打中 落下了后遗症 后来病情严重 导致每晚失眠 只能睡在这种颠簸环境中 才能够入睡 于是呢 就怒了这张床 好在睡觉的时候呀 能够给自己带来那种颠簸感 但是林彪当时只用过一回 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用过 这部电梯呀 只有林彪才能使用 电梯直通林彪的卧室 一旦发生了任何危险的紧急情况呢 他可以从地上的别墅 直接快速下到地下的行宫 关闭电梯 以确保安全 因为咱们现在呀 级别不够 所以呢 不能坐电梯 只能够从楼梯下去 通往地下24米的地下空间 据说下面呢 一共有4000多平米 这个工程呀 有7000多人用了 整整呢 14个月才建完 咱们现在呀 就下去看一看 整个704工程 设计特别精巧 就像迷宫一样 有很多通道 如果不知道路线的话呢 很容易迷失方向 而且这里每个通道 通往的门呢 都非常的厚重 虽然看上去秀气斑斑 但是却特别的结实 它的重量有500公斤 厚度呢 是15公分 而且不止一道 一共有三道 第一道呢 能够起到防弹的作用 第二道能够起到防毒的作用 那么第三道呀 它就起到了防止作用了 三道门同时关闭呢 还起到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防止核武器 从上面走下来呀 咱们在墙角这个位置呢 看到了好多孔洞 那么您知道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咱们都知道地下环境 那是又潮湿又冷 而且林彪呢 怕水怕风又怕光 所以说呀 他对于环境的要求极高 于是呢 就在这个又冷又潮 又湿的地下里面 安装了电子加热器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使整个环境干燥温暖一些 干干的 非常的舒服 这里呢 是储备物资的仓库 一旦战事爆发 在没有任何外界补给的情况之下呢 依然内部的战备物资 仍然可以坚持一个月的时间 在这里呢 还有专门的医务室 可以随时提供各种的医务治疗 这是通风机房 它可以把地面的空气和地下的空气 形成对流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呼吸问题 其实在很深的地下 依然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这里呀 是配电房 地下工程带有独立的发电设备 即使切断外界电源 照明呢 还有各项的电器呀 仍然不受影响 这里除了物资仓库 通风设备之外呢 还有着独立的供水系统 大概呀 能够储存水约呢 30吨 可以提供每个人的生活用水 这是休息室 桌子上呢 摆着他最爱吃的黄豆 走到哪里呀 都要带着 他的柜子里面呢 还有两瓶茅台 但是呢 因为他受过伤 所以呀 他从来都不喝 每次想喝的时候呢 就只能打开酒瓶子 闻闻香味 然后呢 又放了回去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呢 就是地下最核心的位置 作战指挥室 我们都知道林彪被称为战神 很少打败仗 那个时候他呢 就是在这里指挥战斗的 决胜千里 704的行宫 也是因为他复杂精密的设计 再加上周围环境 和他铺设迷离的作用 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西湖第一行宫 看完这里之后 让我感受到 咱们现在安全幸福的生活 来之不易 我们要奋发图强 把祖国建设的更好 才能不复先辈 不复国 关注木子 下个视频 带您走进 关押白素贞的雷锋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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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